所以他只能大肆話講 這種事情喔 如果今天是邀請前主席 又是蔡英文要到一個尾牙 所以你事先是不是應該要有人 安排人接待 去門口接待 等他來 而且那牽涉到整個尾牙 節目流程的安排 因為前主席一定要上台 要抽獎啊 你要致辭啊 然後所以你要安排在幾點鐘到 所以那個事前一定得要打電話 做確認 並且跟幕僚商量說 那幾點鐘比較方便 那要抽幾個獎項 黨中央沒有做這個動作 就表示說黨中央根本就不希望 根本就沒有要讓他來 所以黨中央現在的說法 是說我有傳真啦 他沒收到 我在猜想 黨中央是連傳真都沒傳啦 現在開始講 回到人情意理 這個中間有這麼困難嗎 其實兩邊喔 我覺得蔬菜都要各打50大百 兩邊都不對 蔡英文他也不要 就是自己覺得說 那個尾牙跟我無關啊 他還去問說 我有聽到尾牙 直接打電話叫幕僚去打 就好不要自己打 我要來啊 然後我會提供什麼獎啊 我還唱歌 尾牙是一群大家打拚的人 原本也還記不記得 我們跟阿扁參加 那個阿扁選前那個尾牙 就是那樣啊 大家沒有抽到獎 一樣上去唱歌嘛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 你... 今天尾牙每個公司都有 大家辛苦一年了 我被你罵也好 我薪水比你低也好 但是在那個場合 大家是同甘共苦的 現在的民進黨是假猩猩 那蘇貞昌用傳證的方式過去 蔡英文你說他們傳證機沒有傳到嗎 或許有 可是因為傳證太不正式了 我說讓他討伐這種書 現在人家不利用傳證機啦 電話不來 沒有請檢 沒有電話 然後呢這邊呢 對方都沒有說他要來 也不知道即時要來 也不去確認 所以雙方知道 現在加我五人... 所以這個事情才告訴我們說 蘇貞昌和蔡英文其實王不見王啦 最好就是不要收到啦 你現在是黨主席 你黨主席還是你的長 沒關係我就不要去 我馬上... 對那這邊... 對 為什麼我告訴你 因為我們都參加過很多婚禮 他們兩個都會出席 兩個時間切到多處好 對啊 都要切過去 前腳走後腳來 都頭前線收緊衝 後面蔡英文 一定人... 人主辦單位也知道 或是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婚禮的那個... 資宜啊 都在... 招待 招待這邊都知道說 你們兩個人會不會自己在哪裡 對不對 一定一個在車底等 因為不可能... 不可能是分得剛好嘛 一定有一個... 到附近了 到附近了 現在路邊等 坐在車子裡面 他走了沒 對啦 幕僚都會問 這好不好笑 笑不出來啊 我真是...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你自己同一個政黨 全台灣的... 前後任的黨主席 全台灣關心民進黨的人 都知道這兩個人不合 可是這兩個人嘴巴說說 我們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很團結 他們也不會講自己不合嘛 這個我想笑 不過剛剛偉翰的說法 我有一點點小小不同意 就是我覺得站在蔡英文的立場 她很難主動打電話去黨中央說 我要參加 對啊 因為她會... 因為她是客人 她是客嘛 現在主席不想看到我 你自己打電話去 一副說我要去踢館的感覺 感覺也是怪怪 就像說 譬如說婚禮 人家沒有邀請我 然後我就打電話說 欸 你沒有詐問喔 你其實怎麼沒給我 除非是真的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才有可能會這樣去問嘛 要不然一般來講 沒邀請我那就算了嘛 其實喔 稍微事情都決定 她的心情跟白痴啦 嗯 嗯 對 對不對 對 你邀請人不要用傳真嘛 索真創下一個電話給蔡英文 說 蔡主席 我們黨是威夷 是熱烈邀請你來 大家一起來為民進黨打拼 對不對 人家一年了 這個黨功這麼辛苦 你也來幫大家鼓勵一下 你看那現場的氣氛什麼樣 這樣有人會講蘇貞昌失去嗎 不會啊 不會啊 他是黨主席嘛 他現在就是要把大家團結在一起 對嘛 你是堂肯 你要給大家鼓勵一下嘛 我相信蔡英文那邊 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韋翰 雖然是想說蔡英文那邊要打屁股啊 他應該要打那種 我相信蔡英文當過民進黨主席 民進黨要吃尾牙 然後裡面的黨工 或者是以前蔡英文在當黨主席 帶過的人或者是幹部 有些訊息會不會留到蔡辦這邊 或是幕僚 完全不吃都不可能嘛 全世界都知道他會尾牙了 他一定知道啦 大家都知道 好 那換一個角度講 剛剛 剛剛煌哥講的也沒錯 蔡英文也不可能說 我一打電話去問他 你要怎麼邀請 或是他的幕僚也不可能做 他們一定也想過 好 那這個事情如果凸顯出來 是誰受傷 誰小氣 誰小鼻子小眼睛 誰格局小 講蔡英文沒去 是沒錯啦 說你也這個好像不知道 你也不回去走走 但是就整件事情縱觀來說 一個女生一個男生 一個現任黨主席 一個前任黨主席 到底到時候回過頭來說 誰沒邀請誰沒做什麼 都是現在的這個黨中央受傷 我跟你講他們現在就這樣啦 馬上這個就是說想贏嘛 不是想贏嗎 這是什麼想贏的態勢跟準備呢 洪一哥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啦 剛不講選舉想贏嘛 你怎麼贏啊 我問你 這個事情讓我想到了2000年的那個廣告 就是阿扁的美麗島的那個廣告 那個時候出那個廣告的時候 其實信貸生已經不在了 但是在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 出了一個廣告 把美麗島大省的這幾位 陳菊啊 然後這個姚家文啊 然後那時候阿扁是律師 然後幾個人整個出來 然後最後有一個他之前就拍的 大家抱站在那邊 都有喔 施明德 許信良 大家都在那邊 那個時候民進黨以為他們會贏了嗎 還有宋楚瑜比較連戰耶 可是我們就是有那個理想 大家團戰 每一個都是好朋友嗎 都有利益的衝突嘛 可是為了要贏 那個政黨的那時候的氣氛 是大家是團結的 現在還沒看到贏了啦 想說萬一就已經掉到九%了 就大家這樣 蓋鋒一哥講得那麼白 連婚禮都要錯開 而且是廠廠都這麼做 所以老闆跟下面的幕僚都知道 大家水火不容啦 對外又講 他應該很誠懶講說 我們現在跟他競爭關係 我尾牙是我的尾牙 當然不要請他來 我講到你還講實話 有啦 我邀請他 對方 我假設蔡英文 那時候是有收到傳證 看到是傳證也知道 你一直是叫我賣掉了 傳證嘛 無電話 正式勤檢 無幕僚的確認 好好就賣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目前的態勢 民進黨裡面是這麼賣付 就是蘇貞昌跟蔡英文兩個 其實是在嫁拼而已 沒辦法記面 對不對 沒辦法講話 好近 這個什麼 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邊沒辦法記面 更不可能對話 對不對 其實兩邊要見面講話 其實還不簡單對不對 但是國民黨跟共產黨 有辦法距離 來往熱絡 北平到長安 但是兩邊有辦法講話嘛 有辦法見面 所以我覺得就是那個互信很不足 但是今年眼看著五月就要選黨主席 已經血腥了嗎 我認為 保證血腥 一定會血腥啦 因為其實今年五月的黨主席選舉 就直接影響到2016年 民進黨誰會要選總統了 所以血腥動作片即將上映 而且我覺得 現在已經上映了 而且我會認為 我認為早一點血腥是好的 舊舊蔡英文 對 現在的狀況已經是 快處理你了 自己冤枉冤枉冤枉 就是早一點血腥 對於2016的那個修補 你才會比較長的時間可以整合 其實也不一定修補 就是說如果那個腿已經確定 有一隻要砍掉 趕快捷一隻 就不要讓那個毒再滲過來 蔬菜既然已經完全對對方不合 誰要選總統 對方都不可能挺他 那乾脆一個先倒下了啦 其實我一直齁 就是一直在追究跟探討 兩個人我都同樣都問 蔡英文有接受我訪問 蘇東也有 我說你們兩個聽說很麻煩 是什麼事情 兩個都說沒了 我兩個都沒了 我都不知道 兩個到底是什麼你麻煩 他們情中在行政院 一個是院長 一個是副院長 兩個人就結一下兩職 我不曉得什麼事情 可以擴展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阿扁那時候 直接把蔡英文刷開 是彼此對彼此的髮型不滿意嗎 髮型 你想不出來理由了嘛 你是要瞎掰了嘛 不懂嘛 因為你還停格了 你就是上次那個訪問 停格六秒的那個嘛 對不對 他有講嗎 他有講嗎 他沒有 他沒有講 他只是 我也很意外的就是 我問他說 人家說總統先選 黨主席先選總統 有人會這樣認為 會這樣會不客觀 你認為呢 蔡英文你有這樣問嗎 為什麼 你怎麼會這樣 他的防衛心很重喔 為什麼 他想我真的想我有工 哈哈哈哈 你那個節目就不想問過蔡英文啊 哈哈哈哈 先休息一下 他直接不假思想 你怎麼回答 先玩畫畫畫 蔡英文會選黨主席嗎 呃 這兩天有一篇報導 是非常篤定的說 蔡英文已經確定要參選黨主席 不過我的瞭解是 他的確真的到現在還在猶豫啦 他身邊真的是分成兩派 一派也認為說 你就一次殲滅吧 就 噗 一次殲滅 你把該處理的事情都處理掉 然後你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你就直接表態 其實你是要競逐2016的總統 初選代表的這個角色 就 必其功於一義啦 那但是有些人也 另外一群人就一直跟他講說 其實你 呃不需要躺在場的渾水 你的目標是設定在2016 黨主席這個只是一個過程 那你需不需要 途經黨主席再去爭取這個 其實有些人是保持存疑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蔡英文其實還是有疑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 說起來我都覺得說 放了一個很大的忌諱 什麼很大的忌諱 就是說 你如果是沒有團憲民進黨 說實在是不會贏 是嘛 但是兩個人要不賭到那裡了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說 可不可以欠退誰 或者兼媚誰 我就覺得這不是好的想法 如果說站在民進黨要贏的想法 只有你們兩個合嘛 對不對 如果連尾牙的地方 兩個人都知道要合才有可能贏嘛 兩個人分怎麼贏呢 但是他們這幾年來 他們的傷痕已經 會好也不會交轉了 對不對 對 漸漸的擴大 光是 光是洪英跟你問 孫昌昌這個問題 他就覺得 你是在幫小英吐他 其實沒有啦 對啊 他就蠻有防衛心嘛 因為小英來我一樣問同一個問題 所以就是說 現在重點 我們外面的人看起來 沒有什麼深仇大憨 可是他們裡面的 為什麼 剛才美女講的為什麼 其實國民黨殺的一樣狠 因為權力啦 因為台灣制度有問題啦 把總統搞得太大 太垂涎欲低 好想要那個總統 所以只有一個位置 所以還是要怪馬英九 他名料搞得那麼低 低到民進黨認為 有希望 對啊 有希望 以前就也沒希望 那我幹嘛讓 以前是沒有希望才要合嘛 我跟你講看 以前三劍客 是怪馬英九 對啊 五虎將 選議員的時候 大家很團結啊 我們是溫正小組 因為我們三個都可以去嘛 我們三個都當選啊 對不對 五虎將 我們整個大家配票 沈富雄當年的 四季宏很漂亮喔 對啊 很多人已經忘記了 那也不是太一個人的功勞 還有葉菊蘭啊 可是沈富雄願意把票倒出來啊 他不到能怎樣 對啊他也有 你票這樣嘛 不要這樣啊 最紅一個你看 在選議員選立委